一夜狂跌23%,市场读懂了拼多多财报,这份愿不及预期的财报令投资者大跌眼镜。 11月20日开盘后,拼多多股价暴跌超过20%,从40美元跌到30美元上下,市值因此蒸发了100多亿美元。 与此同时,拼多多的营销及市场费用高达69亿元,同比增长一倍多,为各季度之最。 京东今年也有所行动,针对下沉市场的社交团购产品惊喜开始发力,拿下微信一级入口,争夺下沉市场用户,这给了拼多多不小的挑战。 2018年9月,拼多多上市后的首次APP大改版,品牌馆出现在首页一排正中央最新目的位置。 点进去,能看到三只松鼠网易严犬,雀巢、阿玛尼等近500个品牌,专注互联网商业的权威新闻媒体,记录互联网商业的人物和故事,提供天猫和淘宝商家及培训、营销,实战与议题的系统化服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